字幕提供 嗨 歡迎來到執行檔排槓時間 對到我身邊的大來賓 今天是Anderson 嗨 你好 大家好 我是Anderson Anderson 你有出國的經驗? 有 我蠻愛出國的 蠻愛出國的 我也是 但有一陣子好像你沒有出國 那有 法友在問說 如果我們出國的話 關於佩戴這個Domal Hair 是不是需要帶很多的道具啊 工具啊 會不會很麻煩 你個人的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嗎? 個人的經驗應該可以分成 短期出國跟長期出國 那短期出國的話 比如說像我通常都是做連駕航空 那做連駕航空的話 我也不會去買行李 就只有可以hand carry的話 那我會建議法友 短期出國的話就用白膠 因為白膠不用帶剪刀 剪刀會被海關沒收 欸 你說你只帶白膠 對 我只帶白膠出去 那剪的話怎麼剪? 直接撕 直接撕喔? 對 他可以直接撕 對 他可以直接撕 好疼 對 學到了 謝謝 我一年大概要飛好幾次長途 那我的經驗是說 我貼都是把它整個髮片 周圍貼滿再加一個十字圈 我也是用白膠來貼 那我出國大概就是會帶一個 膠袋 可能是白膠 或者是如果只是要補牆用 可能用點紅膠 那剪刀的話 其實飯店、魚館他們 後梯裡面有的是有 有機會跟他們來借 剪刀真的是不能拖運 警察個人曾經有不小心 把剪刀放在我們的男生化妝包裡面 哇 就被檢查到 還好裡面沒什麼東西 有點糗 那你大概是怎麼樣貼膠袋呢? 用哪些膠袋? 用膠袋的話我打底都還是用黃膠 因為紅膠比較不會產膠 可是紅膠打底 然後再加白膠 對 那打底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要除膠的話 你直接把紅膠撕掉就好了 對 就不需要用卸除 或是除膠 所以其實我也允許的話 或是你做商務艙 你想要往後躺 那我會建議你的膠袋 一定要有一個特別的紅膠袋 不然它往後躺 會有一個拉扯力 通常我睡上去的話 會這樣拖著下去 就會有拉扯 那如果感覺快掉的話 就不太敢起來 基本上不會發生 如果說你是用紅膠、白膠 黏一整圈的話 我覺得那是安全的 好 非常謝謝今天Anderson 分享有關於出國配帶 DOMOHAIR的經驗 那如果還有任何有關出髮的問題 歡迎都點選我們的連結 連結表單 我們都會盡量來為各位服務 那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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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订阅